例如芥婦芥花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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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如不要吃海鮮 甚至不要吃蛋 但科學研究都沒有證實 這類理論 如果你芥婦芥食物 將來會減低小孩敏感症 反而相對來說 如果媽媽本身可以達到均衡飲食 意思是甚麼都吃 其實這樣會令嬰兒 將來患敏感症的機會低很多 如果孕婦本身自身有敏感症 當然有機會吃不到食物 但如果媽媽本身沒有敏感症 千萬千萬不要過分解口 否則反而會令小孩營養不良 甚至攝取營養不足夠 將來患敏感症的機會 反而會更大 當然如果有些營養素特別的 可以減低患敏感症的機會 就是我們平時說的DHA 或者EPA 甚至乎我們在魚裏 拿到一些奧米加3的脂肪酸 其實如果媽媽本身懷孕期間 吃得足夠這些營養素 其實都可以減低 嬰兒將來患敏感症的機會